一開始就來看到小米蘇漆 真的讓米粉大轟動 大家都很期待 來看到是小米的蘇漆要來了 雷軍在最後的彩排上說 真的是人生最後一戰了 而且他也說 這跟當年的小米手機相比 小米汽車是從0到1的挑戰 新的挑戰 而且他目標說 不僅要成為50萬人民幣以內 最好的轎車 更要是最好開 最聰明的轎車 而且來看到 他最近連他的工作服 也變成大家要米粉說 我也想要我也想要 來看到限量800件 這個必須充粉 但告訴你 已經賣光了 那現在這個小米汽車 已經有提供大家來體驗了 一天平均大概預約是超過了10萬人 還包含好多大學生 也有人是資深的米粉 因為他可能當年是大學生 現在可能也是社會成功人士 所以現在小米 第一個交付量 可能來到2萬輛的這個車子 然後他的定價 被說 比去年公司想要的價格 還下調大概3到5萬元人民幣 也許在25 26萬左右 對現在這個小米大概已經 已經生產了將近4 就是2萬台了 對 那就是說 他說 最早下單的顧客 4月車 4月初就可以提車 很快 現在我們已經3月底了 對不對 也就是說你3月28號一問世以後 你大概你下單 大概 幾天號就交車 很快就交車了 這台車當然它的這個內部 它還有性能 當然它就是說 我還沒有看到 可是我對它外觀 我覺得這輛車的外觀設計 相當的 相當的有吸引力 但是它跟那個Porsche是很像的 對 它設計人就是Porsche的設計人 所以我覺得它已經取乎最高的標準 在設計上面 那這個車看起來真的是 有它的那個價值感 有它那個價值感 然後呢 以雷軍的這個說法化 他們是全力以赴 對這輛車 它最後一戰 雷軍說它是最後一次創業 那這個對小米來講 是一次怎麼講呢 可以說是一個最大的賭注之一了 因為這個汽車工業它這種投資 它這種延續性 它這種要在市場上站住腳 都是高度的困難 可是它就 就是說等於說一次就挑戰 最難的一樣東西 那這個當然我覺得就是說 它生產的部分 基本上的話 以中國大陸目前有的 汽車工業的基礎 那它不是從零開始 它是有它的合作廠商 然後它事實上它也接了幾個廠 所以就是說大陸的汽車工業 所以它的基礎的配套措施 是很足的 所以我覺得在硬件方面 以電動車來講的話 它不是一個大困難 太困難了 那以生產這個 目前的這種硬件水準來看 都不是問題的 那接下來就是說 那要接受市場 也就是它的客戶對它的評價 這是第一波 我覺得以小米現在的知名度 跟這個米粉的人數 以及小米公司 這一群人 這個其實企業說實話 就是兩樣東西 我認為就是一組人才 這一組人才有並肩作戰的 這個默契跟怎麼講 跟這種實際的經驗 第二個就是什麼 就是它的理念 它的精神 企業的精神很重要 也就是說他們做的東西 是什麼一個態度去做 我認為企業就是兩個 一群人 那麼有那個精神 那我覺得小米是具備的 因為小米這個公司 在過去在中國大陸 那麼它是經過 也是風雨中成長出來的 對啊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企業就是那一群人 雷軍有一群很好的夥伴 然後有專業 有作戰經驗 然後呢 還有共同的理念 那說出來的東西 你看現在看的話 它基本上它不是在打 這個低端市場 它直接是調整中高端的市場 沒錯 不過現在 現在就是說很多外界預估 它是36.5萬吧 大概就是說它的標準 哇 那真的很高 對 標準來講的話 那它還是這個中端的 還有開有這個全配備的 還有就是說簡單的 這幾個版本下來 那可是小米方面講說 這是50萬以下汽車 最好的一輛一輛 對 50萬是 是一個高標準 是一個高標準 可是你中國大陸 汽車市場來講的 想要挑一台 我們今天講就是差不多在 30 35萬到45萬之間的車子 這個客群也是非常大 這種客群你就看他們過去 他們選擇的品牌是哪一些 最近我看大陸一個 大陸一個 這個節目在講 就日本的皇冠 就 Toyota的Crown 這輛車過去口碑很好 身分的象徵 可是現在跑到中國大陸以後呢 我看很多客戶去看 這個最新版的Crown 他們覺得就說 這個價位太貴 為什麼 這個價錢我可以去買一台 簡單的一個 Mercedes-benz 我可以去買一台 比較簡單的 BMW 甚至Audi 6 我都可以用這價錢買到 那它代表的社會地位 跟它的尊貴感 跟它的品牌效益 它說高於 Crown 高於Toyota的Crown 對啊 那所以這個Toyota的Crown 就賣不動 所以基本上其實我覺得 車子到一個程度 是賣它的品牌跟它的什麼 它的那個感覺 你給社會感 我覺得現在 小米這台車的話 它有小米的光環 然後它 現在大家對它是未知的 可是對它有興趣 現在就是說 這個這麼多人等著去試駕 基本上 就是認為 這個小米可以帶給它一個什麼 身分 而且這輛車還沒有上市 它的整個的所謂的這種 Marketing行銷 我而言做得非常成功 這輛車現在已經變成 大家社會在關注了 對 都對它也產生好奇了 那這個 這個雷軍刺激出來喊話 講的是打動人心 是他個人最後一次創業 真的 破釜成舟之心 那我覺得最後就變成 千呼萬喚死出來 就是說 媳婦長要見公婆 沒錯 長得美 長得醜 這東西 這很現實 要去做市場考驗 很現實 不過我想 我覺得 絕對不會爛車 不會 那唯一就變成性價比的問題 就是說今天大家看說 值不值 值 然後呢 以大陸現在這個能夠消費到 這個層級汽車的那個客群 極大 很多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場 中國現在老百姓來講的話 真的口袋裡面 有這個錢的人 太多 太多了 那就是問題就是說 要不要去 要不要買你來 買這個 讓他做一個身份的象徵 因為Porsche 事實上我看在 在Porsche那個大型的Sedan 他Porsche以前是Sport car 就是說賽車 小的 後來他在中國 為了中國市場做了一場比較大的 把他的那個 Sport car把它大了以後 變成一個Sedan 一個轎車 那台車我看過 他在中國大陸的主要客群是什麼 是這個 白領的成功旅訓 而且是年輕的 他們很喜歡那款車 是 所以我覺得車子跟人的 對自己的期許 還有他的品味 還有他希望 憑藉這個車 傳遞出他個人 什麼樣的一個形象 一個什麼樣 給周遭人一個什麼訊號很重要 是 所以這輛車我覺得 它的定位很重要 以目前來講 我覺得它定位算蠻成功的 因為事實上的話 這種車型的話 它也沒有基本上在打純國產 它打的是什麼 時髦 對 身分 然後呢 品質 然後呢 一種怎麼樣 一種品位 我覺得它這個定位已經定成了 一個產品最重要的就是定位 沒錯 對所以 現在這種預約的人有這麼多 對啊 預約的人這麼多 可見大家對這輛車 它的行銷 就跟我們在台灣看電影說 未應先轟動 對 它已經先轟動了 所以這台車我認為 即使現在中國的這個 這個 這個電動車市場 捲得這麼厲害 可是這個數 已經鮮聲奪人了 對 然後最後就靠它什麼 靠它的什麼 靠它的真正的性能 沒錯 我覺得它內裝不會有問題 因為我認為 中國大陸現在 汽車的內裝 基本上 這個50萬 你說賣到36萬 我覺得它內裝 是會超過50萬的價值 也就是它直接做到Masarati 做到這個Porsche的 那個內裝的水平 那個裡面的整個的這種 不管是木質材料 或者皮的部分 我覺得它都一定會做得非常好 因為中國的工藝技術已經有 就是你要不要做到那個程度 它做到那個程度 那接下來那個小 它雷軍也講了 它這個是 讓你會感覺是最好的一部 這個智能車 那這裡面就看它的 這一些AI 還有電子 互聯 還有就是說互聯 還有它的自動駕駛 那雷軍說它自己從北京 從北京開到上海 開了1000多 上海開到上海 對 開了1000多公里 花了15個小時 15個小時 這中間有充電 有家有休息 那它認為是OK的 它所有的主管都去開了這個車 都試駕過了 都試駕過了 那我覺得這個過程 基本上所有走過過場的東西 都算完備 那這一輛車基本上 最後就看 觀眾捧不捧場 大家願意掏鈔票 那我覺得 反應會很快 好的話 這個現在 現在這個 傳播這個 好的名聲一出來 批一趴就 那 兩萬輛 看它多快能夠賣完 是 可能也跟它的這個服裝一樣 可能一上架就秒殺嗎 我是蠻期待蘇七的 那其實呢 除了說蘇七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 造手機 卻成功造車的是什麼呢 當然不是說真的造車 而是呢 它推出了智能系列的車 是M9啦 M7等等的 是華為啦 華為很厲害 18號到3月24號 中國到達成用新車的新勢力品牌 州冠軍Top10呢 華為鴻蒙智行的銷量 已經大幅超過理想汽車 坐穩了中國造車新勢力的 銷售榜第一 我們說到華為 就問界啊 問界M5 M7 M9啦 大使你是不是非常喜歡M9 對 我覺得M9那台車我在 網站上找了好多這些 大陸有名的車評的 他們去試駕啦 我覺得它那個設計非常好 而且它走大型的這種車 這車我去大陸的時候 我有一款車我還蠻喜歡的 就是那個Buick一台這個休旅車 那個在大陸用的很廣 那價錢很便宜啦 我問過 因為你今天你在 你用那個叫車 電話叫車 低打車 低打車 常常你叫來就是這個 Buick那個休旅車 那那台車三排的 三排的 所以它通常是很多在公務旅行的人 要用的 行動辦公室 行動辦公室 你一坐進去它很寬敞 那我覺得現在M9 它 坐的外型 也跟那個Porsche 有一點像 然後它比較圓 它比較圓 它外面 它比較圓 它前後都比較圓 然後它有 它的長度跟寬度 都是相當 足的 然後它三排座位 然後呢 它裡面 用的是什麼 我看它的用的顏色都是 幾乎走到了 甚至比馬薩拉提更高的 Bentley 甚至是這種 這個Maybach 那個Mercedes Benz 那種色系的東西 所以 然後它的舒適度 然後它比如說它前座椅 全部全躺平 就是說第二排的 右座應該是首位的 如果你有司機在首位的話 那它會有非常寬敞的空間 然後它的前面看過去 就是在副駕駛座 駕駛座旁邊的位置 前面那個 一個全螢幕的 一個分離式 它有三塊螢幕 這個駕駛 然後中間一塊 然後這個 就平常我們是 我們是做這個 所謂的那個 下面是那種收納空間 一個儲物櫃的 它上面也是一個 全螢幕的一個視頻 然後它的第三個 第三行 基本上也做得相當舒適 那所以 那在駕駛的部分 那它有所謂的 舒適模式 然後有這個Sports 然後有Regular 那這種 這種模式 基本上 會調這種三種模式 基本是 是B&W大期的 大期等級 大期等級 可是它抓上這個 這種就這樣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基本上是豪華配備 豪華配備 可是售價算起來 是合理的 30幾萬 30幾萬人民幣 不到40萬 可能超過40萬 出頭有 那我認為 非常具吸引力 而且我覺得它的那個 再加上這個 華為的這個 智能座倉 跟它的智能駕車系統 自駕系統 我覺得 它會賣得這麼好 然後搶佔了很多市場 因為大陸 這種車 有一個很大的市場 你知道在大陸 我去大陸以後 我對大陸的汽車市場 跟中國 中國汽車的消費市場 這個消費者的心態 讓我覺得 有一點讓我很吃驚的 跟美國的消費者很像 也就是說 回過頭來 這都是大國國民 對 格局比較大 格局比較大 喜歡大的 像這種大車 像這種大車 像這種大車你在日本不行 日本 日本都小了一小氣 歐洲也是小車 歐洲人大 歐洲人開車都是小車 那法國人就一天 Baddy Baddy 就是小 他什麼都要Baddy 所以法國國家蠻強的 可是他們的 人民的心態 很多喜歡Baddy 那可是呢 我到了中國大陸去看 我說中國大陸 果然是大國 那個大國民的心胸 什麼都喜歡 你喜歡大的 大車在中國 很受歡迎 這一台M9 這個問界M9 基本上就是大車 坐在裡面 你有那種 怎麼講呢 有氣派 尊榮感 有尊榮感 然後舒適感 對 那這也是性價比 你看造出那麼好的車 但是價格呢 卻是非常親密 另外呢 美國常常怎麼樣 去中化 但是呢 中國大陸也不饒您費心了 中國大陸也在去美化 而且非常的成功 我們來看看 現在呢怎麼樣 金融時報說了 中國大陸官方要逐漸呢 在政府電腦跟伺服器 太鼠 Intel AMD 這些超微微處理器的晶片 推在地化 就是國產化 所以最近你可以看到 超微執行長蘇茲峰 到中國大陸訪問 跟王文濤見面 說繼續擴大 對中國大陸投資 這個怎麼有點像庫克呢 你看 中國大陸現在也開始說 我們的國產追起來 也不見得要用你的 你來看到最近 這件事情還引發關注 像是聯想 這個是國產的 現在是中國大陸市場的第一名 這是第一名 另外呢 還有看到華為也是不錯 2023年的時候 有11%的份額增長 也出貨來到398.6萬台 我們都忘了華為PC也很強 所以這張表很特別 第一名是聯想 是國產第一名 在中國大陸市場佔比39 然後呢 你看到華為的部分 是佔比大概是7 兩個加起來 就已經佔了 40多塊要近半成了 然後第二名你可以看到 是惠普 惠普還不錯啦 430萬 但是跟華為追得非常的近 然後呢 戴爾電腦說 出貨量只有314.8萬台 被華為給趕過去了 非常的慘 然後呢 可以看得出來 年減大概44% 對 我覺得基本上 就是中國大陸是 我覺得它目前這個區塊 是各國都在做的 尤其它基本上是公務部門 對 它所謂的去美 基本上你知道有個79號文件 對 很早就知道 3A 然後最近 就是這個3月25號 在FT 在Financial Times 還是說中國大陸又在搞這個 所謂的地方政府 公務機關 也在這個 使用的電腦設備 裡面去美化 我覺得它正好是中國大陸 中國經濟高層會 會議的時候 它發表這個 是有意的 針對性 還是故意的 故意的 所以這個Financial Times 事實上就是一個怎麼講 是美國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抑制中國成長 那麼打擊中國的一個 美國政府上的一個武器 配合的天衣無縫 那因為這一次的高層發展論壇 基本上 調子就是告訴世界各大公司 中國的改革開放 是只會往前不會往後 對 而且是越來越開放 那這裡面有兩項具體的指標 就去年10月中國大陸公佈了 就是說全面解除製造業投資中國的限制 也就製造業到中國投資 其實沒什麼限制 第一個沒有所謂的項目的限制 幾乎全開放 我知道的兩個項目 它現在還有限制的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所謂的印刷業 印刷業還是要中國公司來持股 就是印花出版業 另外一個什麼 中醫藥裡面的一些煎熬 一些有密配方的部分 還是中醫在做 就這兩項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外資進來可以都全資 你百分之百持股 你就是外國公司 你不需要找中國本地的這些夥伴 過去早期中國開放的時候 那時候 因為還是希望有技術轉移 還是希望不讓外資 趕快把中國市場全部吃掉 就是說有持股比例限制 那有時候就是說外資只能49 51要中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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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來持股 那所以這個現在都沒有了 這個反應的就是中國的製造業 現在是世界第一強國 對 我根本不要設限 對 不用設限我也可以打趴你 我不怕你對不對 你進來你有本領你就施展 你去跟中國的公司 來捲一捲看看 看誰捲得厲害 那接下來就是服務業 服務業市場 中國大陸現在把服務業各方面 電信 醫療 教育各方面 都有開放的方案 這次李強的演說 對那個高層發展經論參議員 他也特別講了 那另外一方面他也就是 中國在這個很多這些 關鍵基礎的這些設施上 那麼正好有換貸的需求 所以製造市場非常的大 在這都是告訴外商說 中國大陸現在就是開放 而且提供給你們外商的商機 越來越大 你知道今年的最大一個 讓外界最吃驚的 中國大陸開放保險跟銀行 百分之百持股進中國 也就是說你全資進來 這個不太可思議 這你知道我們在談 服務業貿易談判 最難談的兩個 那個就是金融業 另外一個什麼 電信業 金融跟電信業 另外還有就是教育 教育產業也是蠻大的 也蠻困難的 那中國大陸現在開放這麼大 可是你看這一次 要數訊號的時候 Financial Times可以公布這個 這個事實上 他計算出來 就中國大陸基本上 要把這些 這個PC也好 就是桌上型電腦裡面 裡面的主要的這個零件 CPU 要用中國的產品 不要被你西方的掌握 事實上的話 對美國的企業產生的 產生的這個 商業的可能的損失 有人算過 也不就15億美金 那跟美國對中國的產品 造成的打擊 要多少倍 對啊 這個是美國的造成 多少倍中國產品 整個中國都 這個 這個就是西方 我覺得 這個訊息的露出 這個真的是非常惡毒 用心惡毒 可是問題是什麼 我覺得中國大陸做這個 從安全出考量 而不是什麼 而不是為了要報復 對 基本上 因為中國大陸過去 我們看去年 多少這些間諜事件 對不對 火箭軍的機密外露 然後還有一大堆的這個 這個 間諜 這些在中國大陸 所以中國大陸 通過了一系列的 反間諜法 這些 這些保防的措施 這其實也是一部分而已 沒錯 各國都在這樣做 對 美國在做得更離譜 更離譜 大家都在這樣做 所以這個不是為了市場的 一種保護主義的 可是中國大陸是不是要脫美 絕對要脫美 絕對要脫美 為什麼呢 因為跟你做生意 一點保障都沒有 對不對 你今天你 我東西都跟你買了 第二天你從政治原因 全部斷貨 沒錯 對不對 你這樣子的生意夥伴 誰敢跟你做 所以我覺得中國 要跟美國脫鉤 是為了怎麼講的 為了自己的工業體系 製造體系 不要給美國人怎麼樣 老是拿來卡脖子 沒錯 那我就靠自己 我是希望跟你做 做這個分工啊 可是呢 你把我的好意 拿去當什麼 當做一個對付我的 一個工具 所以我覺得 中國目前過去 五年跟美國的貿易經驗 你不跟美國脫鉤才奇怪 沒錯 可是中國大陸的整體的 對外的貿易 跟世界各國的經濟關係 還是希望是互利 互通有無 中國大陸還是不斷開放市場 那我覺得中國大陸如果說 有要 基本上要跟這些 美國脫鉤的話 就是鼓勵國產化 可是國產化 基本上 也是你美國逼出來 對 本來 華為他相信分工啊 這個還有國際貿易法的保護 美國單 所謂的單邊主義 全部違反國際貿易法 就為了打擊你一個公司 這是什麼作為啊 對不對 你一天到晚講自由貿易開放 這種政府不要干涉 你全部是政府作為 全部是違反國際貿易法 基本原則的 那跟你做交易 可信嗎 可信賴嗎 那你只有把自己做起來 我就自己來生產 對不對 我就自己的供應鏈 我自己造成單一供應鏈 所以這個東西真的要檢討責任的話 那還是要美國是死作俑者 美國是最大的問題 是啊 那問題就是說你也切不斷 對 因為你美國你今天蘇之鋒 好啦 MD好了 你基本上 你的公司的獲利20%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市場 欸 20 不要說 不要說20 你10 也多 對一個公司就是致命性的打擊 沒錯 你去哪裡找出來另外一個 10 另外20 對不對 很困難的 是 所以我覺得就變成就是說 我覺得大陸 這個基本政策 沒有上西方的盪 尤其沒有上美國的盪 就是說 你美國打你的 我開放我的 是 這個策略 我覺得是有大智慧的 而且對中國有利的 你如果說 你打我 我也跟你對抗 跟你鬥 沒意義 沒有意義 基本上 商業就是要越做越大 是 然後呢 產業就是越來越有競爭力 服務業你也必須要 怎麼講呢 不要靠保護 對 我是對保護主義 我是最反對的 是 你有朝一日 能不保護就不要保護 中國的汽車業就是沒有保護 對 結果造就了今天中國 中國汽車業的強勁的 世界性的競爭力 因為中國大陸市場 其實我當時進去我嚇一跳 不是全世界的豪華 什麼車都有 都來 而且是過去30年都讓你來 你看他們現在 大陸現在開始玩古董車 車什麼都有啊 現在大家喜歡那個林肯 80年代 90年代 那個超豪華的車 又有什麼Maybuck 都有啊 大陸就是開放 開放 讓中國的廠商在中國的市場上 接受好 最 嚴格的挑戰 嚴格的一個考驗 結果中國的車 你像比亞迪今天出來 是 很少千軍 沒錯 那中國的 中國的這個 這個服務業是不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所以現在中國大陸 這個服務業開放是 負面清單 負面清單意思很簡單 就是說 我只要沒有 列出來禁止的項目 全部開放 那負面清單 我現在有50項 這50項 我就一項一項檢討 今年50項 我不開放 明年我這項40項 30項 減少 我覺得在金融業部分的話 你也不能讓索羅斯 這種爛公司 到處去炒人家公司 隨便進你中國市場 你給他全資怎麼行 可是問題如果是 是Morgan Stanley 如果說是這個 這個 小學基金這種 這些 這些 他有他的這個 可信度 對 這些要比較正派經營的話 你知道他 百分之二進來又怎麼樣 是沒錯 對不對 所以這個還是要挑選 可是問題就變成就是說 開放的步伐 跟這個自由化的步伐 你只要走得穩 可是絕對不能停 你走得穩 繼續走下去 絕對對你有利 那中國的服務業 會隨著 一流的服務業 進到中國市場 快速的成長 快速的有競爭力 對 所以呢 中國大陸這個國產崛起 在西方看來就說 洪水猛獸你在去美化 但是去美化也是你逼的 另外呢 你要跟中國大陸比 中國大陸現在企業的國產化 也做得比你好 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 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何外的選控 請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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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下